我叫Bubu,今年四歲啦 我平日最喜歡搗亂 我呢就叫GoGo 今年三歲半 我本來很害羞的 突然認識了Bubu 就學會一起造反 我們本來都是被人遺棄了 原因是主人不空照顧我們 幸好香港兔友協會 幫我們找到另一個家 最不厭是兩個佼佼鎮 試過有些糧放在籠頂 一個負責跳上去偷 一個負責在下面等 偷完之後他們就會一起吃 最初以前家人反對我領養兔子 因為始終他們都覺得養動物比較大責任 但很幸運兔子他們都比較親人 有時Bubu很喜歡我媽媽入房的時候 就會跑進去跟著去 或者我媽媽吃生果的時候 又會跳上沙發想吃 令我媽媽對他們改觀了 而且覺得他們更有趣了 有時都會幫助我手 可能幫兔子加草 換水 本身以為養兔子是很熱的 誰知道養兔子就覺得很難 難的支柱是因為他比較容易病痛 例如有腸停這些問題 會發生天氣變了 或者突然受驚嚇 都會有腸胃問題 而這些腸胃問題比較容易致命 所以覺得這方面比較難 那個之前腸停也有發生過 給他一些零食 他不吃 縮一塊 而且表情好像很辛苦 擔心到那時都哭了 當時很害怕他會隨時走 幸好及時去了醫生有位置 就可以看到醫生 套協幹事告訴我們 養一隻兔子就等於養四隻貓 因為牠們較多病痛 但就沒有聲帶表達出來 兔子也不會像狗仔那樣癡人 每年都有大約二百隻兔子被遺棄 原因包括沒有能力照顧 搬屋 家人敏感等等 但Katy竟然領養完一隻之後 還想領養多第二隻 究竟為什麼呢 始終都想讓牠有個盤 當時也是想了很久才決定領養 隔了半年之後 慢慢開始熟悉了怎樣養兔子 我才開始決定領養第二隻 什麼都雙倍 例如時間、愛心、金錢 全部都是生意 但幸好牠們合得到可以一起玩 我覺得養兔子最大的改變 就是令我喜歡留在家 覺得自己樂觀了 因為以前的人比較負面 但養了牠們之後 牠們帶動我 令我心情會開心一點 會覺得好像有人明白 有一次哭到Bubu會跳上床找我 會覺得好像有個人 或者是讓你談心事 或者可能安慰你 明白你的心情 最開心是牠們健康 和開心得跳上床 這是令我最滿足的時刻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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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